因為不懂亂扯 服務局員寫文章說你給個詐騙嘛 我現在在寫本書我會寫這個故事 寫本書的故事 他有勇氣喊國民黨 喊這個黨喊那個黨 這個我們稱讚他 可是學術上這個是不對的 學術上是什麼就講什麼 不是什麼就不是什麼 你這樣的話搞到最後大家完蛋 有沒有問題 這兩個要分開 這現實是我們科學維持結構 這個要分開 你不分開的話就解決不了問題 老師這個儒家的千古難題 也就是那個 因為費孝通的領悟是在於說 他終於在他後來的時候 他領悟到諸子理學 直接決定了社會運行的機制 跟社會結構 可是他不知道要怎麼去結合 他不也不會解決嗎 那麼可是實際上諸子理學的精華 是在修身推幾幾人跟格物自知這些東西嗎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古代的人 古代的大聖吧 我們可以說諸子已經算是非常 在思想上面是個大聖型的人 他是放在他的生活世界裡面 對不對 他沒有像那個西方哲學 西方哲學的一開始他們就有很多的知識 那個知識全部都是那個科學哲學的東西 追求外在客觀的知識 對 追求外在客觀的知識 以至於西方的哲學家老早老早 就已經能夠建構出所謂的科學為世界 他們很清楚的知道要建構理論的話 是外在的 知識外在的 對 跟生活世界是不一樣的 你要是在生活世界裡面 用生活世界裡面的素材 去建構不出理論來的 你一定要去創造一個 創造一個科學為世界來 那個東西是非常非常的客觀的 非常非常的理性的 非常非常的有邏輯的 那麼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我的感受是這樣子 老師 我感覺到你是 你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你整理了 儒學非常精華的東西 你以那個為體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嘛 我們的中華文化其實是 是很不容易讓西方人來了解的 但是我們有我們的強項的東西 可惜的就是我們一直在生活世界裡面打轉 轉不出去 也沒有辦法建構出 用那個的哲學為主的一個理論的體系來 那結果你後來就很有智慧的走到了 你用西方的科學哲學為用 然後你設法來幫助 你整理了我們儒學的精華嘛 設法來幫助我們儒學的精華來跨入現代的文明 我們的儒學到了現代文明之後 實際上就發生了我們現在一群人 學的這些東西 我們就發現天啊 我們不會建構理論啊 我們全部是吸收了一堆 零零碎碎西方的東西 可是我們建構不了我們自己的理論 那結果你就有系統的 把這些儒學的精華 你就把它弄出了一個科學為世界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你就建構出用儒學精華為主的 自己的理論架構來了 沒錯 那那就是因為你整體的那個 就是我剛剛心動的兩集 我再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其實我在夏威夷的生命經驗很重要 因為你不要忘掉那個時候 正好我在進行心理學的大頂範轉 是是 實際主義轉到認知心理學 我好像也跟你們講過 那個時候我那個教科書 那個社會心理學教科書 就是Cognitive approach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西上很注意的一個教授 現在還在喔 那叫阿瑟 阿瑟什麼 他完全用行為學派 幾個人就要把社會行為全部解釋 非常紅的一個人 可是那個時候 這個東西出現了 我的老師 正好又跟他們兩個都不一樣 講 文化跟心理病理學 然後他說即使認知心理學 也沒辦法解釋這個難題 剛才你問我那個Tony Marcella 他講那個文化跟心理病理學科史 他在很多文化裡面就研究文化跟心理病理學 那個文化不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你知道到後來我再去找他的時候 他送我他寫的書 他說你現在是我老師了 為什麼不過寫的東西他看 他覺得比他深入 因為他文化問題他切不進去 因為中國文化他覺得很重要 他切不進去 這是他的問題 他義大利人 現在已經把他幾歲了 有沒有問題 現在還跟我保持聯繫喔 引眾要出書我介紹他找我的老師 我老師很欣賞我 有沒有問題 注意這個啊注意這個啊 那個那個會小同志談的問題 這個啊請你注意 細條文化 各位然後你注意關係論的形成 我跟你講 他在動作術時代的形成好 心理性命只有開展沒有文化 然後你不要忘掉 等我們這個理論建構 等這本書出來他就完成了 注意喔 他完成了以後 你就可以用他來解決我們很多 臨床心理學跟諮商舞蹈問題 教育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第二場演講 我們這課第二場演講 我要跟你講的就是教育問題怎麼解決 有沒有問題 你不要忘掉四月我們這裡 要弄個教育問題的研討會 我就要先講的 各位你不要忘掉台灣現在 沒有辦法進行道德教育 道德一塌不足 而且整個道德價值崩潰 你不要忘掉台大中研院 教育部長都同樣倫理問題 就表示你都倫理道德教育完蛋了嘛 然後你就看到社會上詐欺集團 兩萬多個詐欺集團 兩萬多個人被抓你知道嗎 大騙啊 年輕人啊 羅雲學跟我講這兩萬多人被抓 靠這個生活十萬人欸 詐欺集團呢 還不嚴重嗎 然後你注意看我們現在那個 患毒集團年輕人到處被抓啊 揮力賓連什麼都不知道什麼 當場隔壁喔 我們已經被隔壁很多人了喔 你不要再被判死刑了已經七八個人了 等待執行喔 政府一點辦法都沒有 送到台灣拿茶保放 你說你怎麼辦 到處騙喔 台灣人交出來年輕人變這個樣子 理性他很理性喔 他不理性嗎 然後你注意看他現在到國外歐洲去 沒有國家就可以騙 利用當地的人 然後學當地外語 用他的話 南國華 國家最判刑的人 他就在那裡去騙 你才當然還有前途嗎 你注意這個問題啊 那個良知不見了 很理性喔 不是開玩笑的喔 這兩個 然後各位喔 你隨意的這個我講很多事 你不再多講 一種信頓 他談 不知道怎麼落實 不知道怎麼落實 我再跟你講一次 我現在看我聯絡的人 還有一個人 印度人 他也用同樣 我說阿婆子在座里 在座里論建構 我有個博士生 叫陳榮 他現在寫論文 這個馬烏克 一個印度人叫我寫論文 我說我實在是沒時間了 我叫我的學生幫你寫好 他答應 他說你的學生一定 就是阿婆子 我說沒錯 我 要他用我這個理念去做 國際關係 我說你 用這個東西最簡單 就是拿那個韓國阿 你現在韓國文在寅 不是跟那個金山胖 兩位拉關係嗎 然後你看他整個鬥斷川普 川普這個人是很笨的傢伙 你知道嗎 那好耍啊 你知道嗎 他說東歐文 你要懂東歐文 這個可以把他耍的把他耍死 你知道嗎 你不是開玩笑 我說你這拿這個例子來 用我的理論溫習 不會溫習 我告訴你的溫習 兩個 一個 就是我今天等一下要講的 另外一個 你要注意看我那個 因為 魯家倫理跟德行李的那個書裡面 冰華 你不要以為中國人都是魯家 那 問兩個人講 不是的還有冰華 你不要亂不要 我裡面那個 我把我們過去冰華書 整理得很清楚 我說你用這兩個 可以解釋得非常清楚 有沒有問題 而且冰華 跟魯家沒有違背 你不要搞錯 我們以為冰華書一定違背 不適合 它是一體的 你們有興趣 你去看我 我寫過冰華書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我的意思是 這個東西都可以 發展很多很多理論出來 可以解釋非常多現象 我現在 要那個成功 我說你趕快 趕快洗 謝謝 這個請注意 這個 誰在談這個東西 可是他自己 沒有見過什麼 沒有 我這個很好用 這個 我不惜談 這個 都知道了 這樣 這個我都不談 這個準備到別的地方去照照照片 我們自己人都已經知道了 而且你一定要注意 這個 這框這個背景 我現在寫給那個 這個 請注意 這個 他們一看你以後 就覺得非常有什麼味道 你知道嗎 有一個人稱讚的不得了 他說 他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東方可以跟西方這樣結合 請注意這本書裡面第一個差不多寫得很仔細 你可以有興趣的話自己看 我都不談 很重要 很重要 我在跟你講個說 我現在還在寫一本書 叫什麼 叫中介 夾翁東的台灣 中介 夾翁東的台灣 什麼意思 其實台灣 歷史上 如果你懂了什麼叫做中介人 你最容易在各種文化裡面從事創造 最容易得到物質的報側 最容易得到諸如此類的地位 最容易甚至變成歷史的領導者 如果你不懂得怎麼創造的話 死定了 你腦筋很僵硬 他就是現在那個死定了 有沒有問題 這本書寫給誰看的 你知道嗎 寫給我們蔡翔人看 不是開玩笑 他現在根本不知道在幹嘛 你知道嗎 可是你注意 像那個文在寅 他就非常聰明 這個文在寅 經商幫也非常聰明 他們就非常懂東方的東西 這兩個在玩 他開始玩那個 玩川普那個笨蛋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美國人都是腦筋很好 不一定 要跟東方玩的話 只要夠智慧的話 你可以把它玩都扯得很準 有沒有問題 你們慢慢看這個好了 你把這個搞懂 你說他在玩手很容易搞 他們馬上會統一嗎 放心好了 不會統一的我跟你講 他只是在玩遊戲而已 各得其所 然後那個 經商派一定跟你講說 我的盒子 對付美國人 絕對不會用來大韓國人 你們放心好了 會對付日本人 我日本人很擔心啊 為什麼 因為以前日本就是這樣來持運 你注意看他們的態度 然後你注意看我們這個搞法 這個搞法至少死我了 我跟你講 有沒有問題 我的兵法是不可以訓練 我的乳宅也訓練 你說 哪里有前途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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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這個阿華 然後注意 他是人體夠 各位請注意這裡面我們開始 這是個體自我人 他下面連接的是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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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關聯 這個是我現在投給 訓練這個 文章裡面做談的 他們覺得是非常surprise 這個政治心理學怎麼會跟心理分析 怎麼會連接呢 這是為什麼不能連接呢 這個文章登出來以後 我很希望你們好好看 怎麼連接我 然後東方我要在這邊辦什麼角色 我講國經 我講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你們可以看看 這個字我都不細談了 反思論是很重要 各位 一個是knowledge 知識 一個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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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問題 請你特別注意這個阿華 這個講過很多次我也不細談了 多幾點時間等一下讓大家把問題 還有 某一些是habit 做某一些事情你不需要反思 好,請問一個問題,我們做很多事情不需要反思,變成一個習慣的關係,是什麼東西控制者,不進入你的意識就可以反映,情意識,我現在在寫一本書,剛才講的那個中介, 所以,想問到台灣,我開始用這個東西來解釋很多,台灣歷史上,跟台灣歷史有關的重要人物,前不久,我在聯合報上登了一篇文章,三天,聯合報說我們沒有登那麼長的文章,可是這篇太棒了,我們特別要用,叫末代皇帝的墨鏡跟任何維基, 所以這是我這本書,裡面最後那部分,認同的問題,然後你們有興趣,你去看一下朴儀,朴儀他平常記事,我們那個清代末代皇帝,然後他一生當了三次皇帝,第二次,第一次三歲被抱著,三歲的時候被趕下來,六歲被趕下來,三歲登基六歲就被趕下來,親愛革命啊, 十二歲的時候,張勳復辟,十二歲的也不短,後來,國民革命,有一個將軍把他趕出來,趕下來他就不知道到哪裡去,坐在他爸爸家裡,很多人告訴他,你該怎麼辦,有人說最好要找外國人,那個時候有不同主張, 有一個人在列國,找各國幫忙,有人找日本,後來他找日本,因為你注意他進東郊名向日本公使館的時候,第一次戴墨鏡,第一次戴墨鏡,從此在外面一直戴墨鏡,連跟家人在一起也戴墨鏡, 最終到北京都拍了一些很仔細的樣子,在外面即將,在外面上身,我們要把他分析, 是在外面上身,在外面上身穿的那樣子,我們要加上身穿出來 在外面上身穿出來的事情、在外面上身穿出來,中國在外面上身穿出來,